LAYO 了世纪 天天无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来看玛丽人对上中国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图 好 先来看一下大约出生点位 三点钟方向的天空熊 是选择了中国人 那这次的比赛是8月2号的晚上时候 Viper对上天空熊 天梯打了大概四到五场吧 哇 打了非常多场 那我从头看到 来跳个机场还觉得不错的 来分享给大家 那先来看一下中国人特性 中国人特性呢 开局会多三村 所以一开始 这个村民会有点卡人口 那是以前的版本 但现在版本 承证中心有15人口的关系 所以现在即使不去盖这个房子 也可以马上去采肉 所以可以看到天空熊这边的TC的闲置 城镇中心的闲置只有来到20秒 那我是觉得20秒以内 都已经算是很顶尖了 那现在中国人的流程配置呢 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那当然是城镇中心的闲置 越短越好 那这个效果呢 让中国人的村民 通常可以领先个两村 或者是一村半左右 那通常这个经济优势 如果这个雪球可以滚起来 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加成 那中国人呢 他的特色是工兵骑兵步兵 全部都能打 甚至有这个重装骆驼 帝王时代还有重装马工 大枪兵 眷兵勇士 强奴 都可以使用 虽然没有游侠 但是有这个三级的马牌 跟清袭兵 跟重装骆驼 所以在帝王时代还算是 能够适应帝王的战况 但他最大的缺点呢 是没有火炮跟火枪 所以到了后期呢 如果对方大量工程器 还是只能靠自己的轻骑兵 或者是重装骑尸骆驼 去做反制 毕竟他的僧侣 是没有救赎思想的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对手viper 这边是出生点位 9点钟方向 那玛丽人特色呢 是挖金矿可以挖得更久一点 攜带黄金也攜带多一些 挖的时间可以再更长一些 那玛丽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飘悍精神 可以让自己的骑兵 加5点伤害 到后期 轻骑兵跟骆驼 相当高达14点 那玛丽人呢 他的步兵路线呢 每个时代 都会加1点远防 所以到了帝王时代 我都会把他称为 刺猬剑勇 非常耐抗剑使 那到了城堡时代的话 还是比较常靠他的 攻兵路线 还有这个骑兵路线 为主 那帝王时代 才有可能看到剑勇的出现 那他的生率的部分 也算是蛮完善的 除了没有骑士思想 大部分还是能用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的砲剑室带怎么大 目前看起来 Viper的两块金矿都在前面相当难受 但好消息是 主金在正后方的位置 果子稍微偏外面一点 但我觉得问题不大 主要还是这两块黄金 是比较头层的问题 来看一下天空熊 天空熊这边两块附金 下面这两块还不错 这个金矿看起来还可以 那上方黄金一样是比较糟糕的 这个黄金在前面就是没那么好 如果像Viper一样在后方比较好 那这场比赛呢 就有点像是Viper的黄金跟果子交换的 天空熊这里 那目前看起来两边的地图 天空熊是暂时稍微有点优势的 因为他的黄金稍微偏家里一点 不想让Viper两个都是在正前方的位置 但这个优势我是觉得 有 也不是说非常有优势 毕竟天空熊的主剑也在前方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天空熊是选择了二十春点封建时代 二十春点封建时代 补下了一个军营 但是这个军营补得比较慢一点 有双拔木场的关系 所以这个马厩或设定场会比较慢出来 那天空熊这里没有采矿的话 通常就直接会上马厩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上马厩 好那Viper这边是上马厩 天空熊这边是想要侦察之后再决定要转兵吗 先按了一支枪兵出来防守 还是要先偷个农田 哇靠天空熊真的偷农田了 补盖马厩射箭场 先偷个农田再说 OK 偷了两片田之后还是决定补个马厩 好防守一下Viper的肉 OK 偷农田挺舒服 右边再维持 好前期的防守应该问题不大 问题是要怎么去给对方更大的压力 跟天空熊这边其实只要单纯防守 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毕竟中国开局了 那村民宿自然就是领先了 所以可以看到天空熊这边资源领先快要300资源 封建时代就领先300资源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OK天空熊现在枪兵继续防守 好Viper这三只肉马还在绕 能不能绕到一点东西呢 哎哟后面突然一个回头开打 Viper三只肉马开始往下冲 好站正面天空熊夸围死了 拉了蛮多村民围的 三只村民疯狂为家 打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开局优势 只要我村民不掉 那我的兼技优势就会一直在 天空熊这边的打法就是相当正确 哎哟这个这一只村民才刚说完就被拿下一村 大家还能接受 目前可以看到Viper的村民是落后于天空熊的 这主要原因是因为轮轴技术的关系 点轮轴村民数通常都是落后对手 但经济会比对手好一点点 那现在经济已经很好 点下了城堡时代 觉得Viper没什么为家 看到对手为他自己就不会太想要为家 哎这个天空熊 这么想要抓残血的才一点都抓到 好但天空熊的经济还是领先 但是时代上稍微弱劣势了一些 好那现在Viper也点下了一级挖金 天空熊这边是一农一幕 Viper也是一农一幕 那旁边的经济开局非常相似 天空熊还利用剩下的一只肉马 再进行制度或者骚扰 好这个肉马一直绕一直绕 哇Viper还直接拉丑去扁一下刺猴 好现在天空熊也点下了城堡时代 时间大概差了一分半左右 好一级挖金补下 标准的升级配置 那天空熊这个支援量应该是要来开3TC了 好双射箭场转弓兵 那弓兵是比较慢转出来的 所以现在数量没到那么多 没有办法一升到城堡时代 就有15只或是20只的数量 但上去将近10只的数量 也是可以稍微给到Viper一点压力的 好那Viper这边是直接转成骆驼 但是这样转骆驼 就陷入了天空熊的陷阱 天空熊这边是打工兵啊 这两个事件场直接藏在里面 让Viper不知道天空熊到底是打什么 但没有关系哦 Viper可能也知道 就算你打工兵我先出骆驼 家里补个工程器制造所 除了奴炮投车还是稍微能防住的 虽然不一定的完全挡住我 OK天空熊这边工兵过来了 好直接停在TC跟TC的中间 天空熊知道不能出去 一出去就会有危险 好稍微遭降 天空熊这里稍微撞到了TC 好但Viper并没有马上补工程器制造所 凡是等了一下才补 好那现在出面出目前是Viper 暂时里向天空熊也是3TC Kaino 好但天空熊的肉量非常充足啊 目前没有断肉的可能 装射箭厂还是可以继续转出自己的工兵 那如果天空熊想要再继续给对方压力的话 可以考虑前置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直接转头车 压置这些奴炮 甚至进行前压的策略 那如果要前压的话 至少要先把自己的农田给稳定起来 要来到20片田左右 20片或25片田 肉先稳定起来 再去补这个工程器制造所 那目前现在弱势还不太过的关系 天空熊也没有打算给Viper太多的压力 既然自己给越多压力的话 如果Viper又开TC 像这个情况的话 天空熊经济就会落后非常严重 那如果这时候天空熊要打赢对手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工兵继续压置哦 不然就是要赶快3TC束上帝王 压宝前压 好 这些都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好 那现在 就是靠奴炮 好 这Viper出名书已经领先了天空熊 天空熊这个奴炮有点难解 好 结果还是要选择前置工程器制造手 选择了投石车 诶 不在了上方的位置 好 后面又更多的工兵过来了 天空熊单纯走一个奴兵策略 哦 这些奴炮都被打到残血 收得漂亮 那目前军事来说 Viper是非常落后的 天空熊的军事来到了2.1k Viper的军事只有少量的100多 而且是居然选择了飞刀女猎手 哇 是不是看天空熊没有啊 这个 我觉得 不是很好的选项啊 飞刀女猎手通常打不太赢弓箭手啊 哎呦 这个天空熊这一波工兵直接走进来 哇 这个投石车怎么办 往后吃一发 哇 哈哈 这一发投车有点头破血流啊 Viper这一波有点小赚 但是说赚也不赚 走破血流了 好 天空熊走的是3TC速帝王策略 好 两台拖子车 继续在这边高地给压力 这里没有先拆掉修道员 本是先直接踩了高地 拖子车砸了一发 后面的攻击手全部死去 好 那目前 天空熊的出名处是87吋 对上Viper100吋 但出名处虽然是Viper领先 但天空熊有时代上的优势 那现在天空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赶快把城堡挖起来 看要把城堡插右边 还是要把城堡插正面的位置 直接插住这两片田或TC 好 那Viper这边是转飞刀努獵手 飞刀努獵手是比较害怕箭矢单位的 因为攻击手单位是很容易 射得飞刀努獵手的 飞刀努獵手的弱点 就是攻击速度慢 很怕弓兵的高速攻击 而且血量也比较差 射程也比弓兵比较短 好 那天空熊就去转弓兵的话 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正常玛丽要反制弓兵的话 也可以直接转战毛病 反正三级射 帝王世代也是可以研发的 好 那Viper可能还是很喜欢玩飞刀努獵手 他在很多比赛中 飞刀努獵手的出场率 是非常高的一个选项 好 果然 攻兵直接射烂 这一边的飞刀 飞刀努獵手 看来还是贼害怕 攻兵单位 好 天空熊这边 跟踪技术 点一下拇指还一点了 开始稍微转下奇兵路线 有可能是转马弓吗 点耕种 再一个品种 就可以转马弓喔 那我是觉得 现在工兵去产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不如直接打工兵 配个骆驼 压支对手 或是配个洞装骑士 或是清骑兵 解圣物 解这个对方的兵也可以 遇到飞刀努獵手的情况下 是完全不会去考虑出枪兵的 除非对手 Viper 选择了大量漏马 清骑兵 点出这个14点的伤害的清骑兵 才有可能转枪兵出来 或是骆驼 Viper现在是经济上 暂时领先 天空熊 天空熊这边支援稍微输了一点 但我没有输到1500 我觉得还能接受 结果Viper下方已经盖了城堡 天空熊也是 哇 天空熊在我们再看 后续的预测的时候 结果 下面已经有了个动静 那Viper这边很奇怪喔 还没有点下帝王时代 就先前压城堡 这个有点怪怪的 天空熊是帝王时代有出行投石金 但是Viper没有啊 而且现在的兵力 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一图弓兵 这个有点难受啰 好 那现在Viper要处理掉这一图弓兵的话 可能还是要转一些骑士出来 但这里也没有选择转骑士 而是选择转了轻骑兵 好 看来Viper还是迟疑 要继续玩飞刀努烈手 没有打算要转兵 好 天空熊点下了一级射 不是一级射一级弓 跟强弩 刚出来的头射 直接被强弩给点掉 这几只强弩还是有给到压力的 好双宝前压 所以这两根城堡可以撑一些时间 但感觉撑不太久 Viper还是要赶快先撑到帝王时代 才能打后续喔 而且现在飞动的掠手 遇到这些东西真的是打不了 哇 Viper果然玩起来啦 选择了攻城塔 就是这么想要进去玩个飞刀一波吗 好没有 这个飞刀是要往前拆巨型投射 但是村民直接放出来 想要直接手势工程塔 200这里 没有打算要让天空熊 成功敲掉 好这里把飞刀往后拉之后 开始进攻 高打滴 飞到的烈手 直接秒杀了一台巨型投射 第二台又有机会 第三台 拿下 第四台有机会吗 赶快往上走 拿下 哇 全部收掉 Viper的这一波攻城塔 配上飞动的律手 打得十分漂亮 好 那现在清奇兵也来到了十七支 终于把家里的墙弩给解光了 好天空熊开始往上进攻 这个位置插跟城堡真的不错 这根堡可以插到这个黄金矿 还有这个石头 而且还是高地 巨头架起来 稍微走一点 可能还可以在高地上 继续反击对方城堡 好天空熊这边开始转出 近战攻击力 二级攻 现在强弩虽然来到了22支 Viper这边有机会点下帝王时代 我们是先补了一个砖瓦呢 看来是想要先强化一下自己的防御力 城堡下面这个不想要掉 这边是Viper 用肉马搭上飞到女略守的一个转兵 好感觉这个转兵是比较有点吃力的 肉马还是送光 现在强弩还是有优势在 好现在黄金差一点点 要不要赶快补帝王 Viper一直补帝王看了好难受 好终于买卖一下支援点下帝王时代 天皇时代还有三分钟 天空熊现在是116吋 对上Viper147吋 天空熊落后30吋 但是军事方面现在是完全优势于Viper的 好可以看到 这边是3.6克的军事单位 这边是1.9 天空熊的军事快要来到两倍 但是天空熊直接在城堡的眼皮底下盖城堡 那势必会高到头破血流啊 哇 白可这波好像有机会 要反推了吗 但天空熊好像没有要放弃 这边继续展出了二级的奇兵台杂 这边技术品种也都点下了 这根城堡没有要放弃哦 我刚刚说的方式是这个城堡 有时候讲的不清楚 会不会各位误会我在讲什么 好 这里长如31只 可以 31只稍微拉打一下 先起兵飞刀 让他自由开火 这样后面就不会全部的伤害 多打败同志单位 好 天空熊三级马卡也提升上去了 现在下方城堡也终不解掉 现在这根城堡 66.25% 待会城堡拿下 还是可以建得起来 好 还有一回的洛马在下方 继续溜 那现在天空熊的三级马卡也要好 如果再点下三攻的话 待会洛马敲村民的速度会很快 三攻的洛马 可以打三下村民就死一只了 现在去骚扰的话 还是需要四刀 五刀 五刀 五刀的伤害 好 现在强奴过来 开始抓挖鸡胖村民 迈本已经来到了游戏中后期的问题 两块黄金都在前面 这是我们刚刚开头讲到的 这个附近的位置 真的很重要 好 天空熊这边的黄金就真的比较舒服一点 可以很稀松的用TC守住 盖个城堡 这个附近也能守住 那白婆为什么不盖另外城堡在这里呢 最主要是因为刚刚跟天空熊对峙 这根城堡 已经决定要守上面了 中间没有城堡 反而让自己的配兵 出兵点会有点被压制住 畢竟这里有六个马就在这附近 如果天空熊再往前走 直接控制这个区域的话 出兵点就会很难受 好 那天空熊现在家里补了一些骆驼 他在安骆驼了 要防守一下玛丽的侵袭兵 现在白婆也点下了 就飙悍精神 然后铁铠铠甲也点下了 半斤马哈也有了 好 这一坨的强奴 白婆拉了一些侵袭布莱吉 但好像数量都点少 这里可是有21只强奴数量已经够多 好 天空熊这边开始转成重装骆驼 你转清骑兵 我转重装骆驼 那玛丽这边要打赢的话 可能还是要自己转骆驼会比较好 那现在白婆的话 黄金是也是有点缺 而且肉也缺木头也缺 刚刚聪明处是领先30寸 但是现在聪明已经有点平衡了 天空熊用刚刚的强奴加上这些肉马 抓掉了白婆大量聪明 哇 WIPER快要两个礼拜没有打天梯 还是三个礼拜 现在回来打天梯好像有点生疏哦 感觉聪明都没有及时拉走 哇 这个游戏真的是一旦离太段时间 反应就会变得很慢啊 WIPER这边已经被天空熊抓烂 天空熊这一波 有机会可以一口气拿下WIPER 这边重装骆驼来了 WIPER还有机会吗 没有机会打出了GG 我们恭喜天空熊拿下比赛这里 哇 天空熊这一波打得十分好啊 这两根宝 虽然这根宝这个还是放弃了 但这根宝我觉得补得很及时的 那下面这边城堡呢 也是哦 赶快用这个巨头开车 虽然飞刀的这手 配工程塔策略 最后还是被WIPER成功了 但至少这根宝还是守住 而且一次拆掉了两根城堡 那WIPER这边最大问题就是 应该是一直坚持打飞刀努掠手这件事情 明明已知天空熊打光兵了 却还要打飞刀 这一点就有点太阴耀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由WIPER拿到资源上胜利哦 15跟黄金都赢了一些 两边的黄金数量是差不多的 那天空熊这边资源输了 却还打得赢对手 而且对手还是世界冠军等级的人物哦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收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咯 各位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